四五月份童花开 热税香富原社区办理协会 在30号特别举办了童花节庆活动 不仅是敏克族群部落族人也都共襄盛举 不论是社区据点还是部落文件站 在导览员代理之下一起劍走认识自己的村落 同时也在活动现场共同歌舞同庆 展现社区的凝聚力 富原社区古队古镇气势磅礴 为社区一年一度的童花季燃热开幕 接着社区长辈部落族人及学生 跟着导览员一起见走 寻防社区自然环境及有童花开的美景 大家边走边听讲十分惬意又健康 探访社区后回到现场 除了有社区文创作品及小农栽种生产的农特产品展示展售 社区据点长者和部落文件站 轮番上台各舞同庆 社区部落一条心团结合作 令与会的长官贵宾都高度肯定 非常谢谢 我们社区 还有协会 还有我们学校 家长 大家共同来支持 四五月份由童树花开的季节 热水江复原社区发展协会 一年一度的童花季系列活动 今天上午在铁道公园童花树下热闹登场 赶到场的县长许正蔚 跟着社区民众部落长者共舞 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 而看见社区部落不分你我 一起努力共好 县长许正蔚特别肯定也相当感动 我要谢谢各社区发展协会 每一次都参与以及设照 然后让社区能够更好 所以真为无限的感谢 我们让花领更好 热水江复原社区发展协会 110年度 同花季 不论种族社区人文历史 自然环境 还是社区小农的市集展示展授 和社区据点及部落文件站 共舞共荣 不分族群展现了社区聚落的 凝聚力与相信力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周玉美表示 不原社区是一个族群融合 团结相信力强的社区聚落 也感谢各界对协会的支持与配合 大家互助合作 一起共好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